这个刺客可不得了 他手持圆月弯刀 准备解决一批武装部队 只见时间忽然放缓 他的眼睛变白 一个瞬移过去 皮卡车立马成了两半 敌人见状赶紧开炮 但他几招瞬移过去 还没等敌人来得及反应 他就一刀一个 无费吹灰之力 半分钟就干掉了全部敌人 而这个男人名叫南刀 他作为一个变种人 早在40年前 就和另外三个人 被一位博士秘密拉去进行了变种实验 分别是能够操控岩石能力的岩群 可以变身成为棕熊的沃利贝尔 这里叫他狗熊 还有碰到水就能隐身的瓜夫 而咱们的南刀 自然就是瞬间一动 但没过多久 他们就被博士遗弃 而博士的秘密实验也被军方发现 决定将其逮捕 谁知博士留有一手 趁着士兵进到他实验室 他便引爆自爆程序 结果士兵炸没了 博士却活了下来 身体还从爆炸中得到进化 不仅全身肌肉力大无穷 还能利用身上仪器 操控任何电力设备 这也导致了军方最后落个战败 部队里先进的战斗机器 还全被这光头博士带走 而如今唯一能与之抗衡的 就是那四位变种人 因此国防部女将军担任大队长 首先找到了隐居多年的岩群 打算说服他加入爱国者联盟 对方本不想参与这件破事 但一听到当初仪器自己的光头博士还活着 岩群立马答应 接着又找到刚解决完犯罪武装分子的南刀 谁知话还没说完 他就直接入伙 而第三个的狗熊 他刚解决完想来抓自己去做实验的士兵 两位老朋友就站在了他面前 理所当然的 他也加入了 现在就剩最后一位变种伙伴 瓜傅 这位美人要进行跳水表演 只见他双腿一蹬 从十米高台落入水中 谁知人出来时 他却浑身隐形 只有水滴流在身上 才能显露出他的身躯 而这就是拥有隐身技能的瓜傅 演出顺利结束 可当他回到化妆间时 背后却出现了刺客难道 谨慎的他立马发起攻击 但对方能够顺引 瓜傅压根就没辙 这时颜鹊和狗熊也来了 可即便是认识四十年的老友 瓜傅看着他们 现在却没有一点记忆 原来自从被变种改造后 他就丧失记忆 最后还是靠着三人一番解释 才说服他加入联盟 而第一场战很快到来 他们锁定了光头博士的位置 但建筑四周都有重兵把守 不过多亏是下雨天 瓜傅隐身在雨中 大摇大摆的就从士兵间穿过 谁知他们有物理外观 热能探测仪 一把子就发现了瓜傅 等他走进陷阱后 士兵便射爆他头上的冰冻银剂 将瓜傅整个人都冻成了冰块 现行动被发现 其他三人立马进攻 狗熊变身熊巨人 一拳就是一个小朋友 难道施展顺一华尔茨 两刀下去 保证合范管保 颜鹊也召唤石盔甲 化作半身石头人 根本不把士兵看在眼里 可不管有多帅多威风 却还是名人防不住案件 士兵一针麻醉剂过去 难道立马阴菜 狗熊也被伸缩网一把勒住 没几秒就痛得变回了人样 而颜鹊这边 却撞见了光头博士 两个大力士互相对撞 颜鹊却给打得四脚朝天 只见光头博士一把将他举起 猛地就往膝盖上顶 第一场战顺利落败 几人也被博士抓进了监狱 谁知一天不到 博士就利用武装机器 在城市中大肆破坏 现在他唯一的目标 就是利用信号塔上的天线装置 操控位于太空中的最强兵器 一旦被他得到 全世界都将迎来末日 为此 女将军火速救出四位变种人 并给他们打造了全新装备 难道获得全新制服 能够抵挡一切物理伤害 再也不怕麻醉剂了 而颜鹊则拥有一条闪电边 能将石头附在上面 追加法术伤害 瓜父得到一套传感器 能够自由隐身 并且碰到的物品都会一起隐形 狗熊则是一款全自动跟踪火炮 弥补了手短的劣势 现在装备齐全 是时候找光头博士麻烦了 看好这个男人 只见他猛的变身熊头人 拿着加特林就是一阵猛射 拥有隐身技能的瓜父加入对战 打得敌人措手不及 但由于对方人数众多 两人没一会就快被打得举气求饶 谁知狗熊怒气点满 瞬间成为纯正宗熊 背着光火炮就冲在人堆里一番突突突 颜鹊这边也不含糊 靠着条闪电边 就打得敌人哭天喊娘 眼见光头博士就要发射信号 控制最强兵器 四位变种人赶紧冲到信号塔就要阻止 谁知光头博士一个甩手 狗熊就火炮电的直接倒地 颜鹊见状挥出闪电边 却被对方一把抓住 硬是将他抓到面前一拳打趴 就连能够顺移的男刀 也根本不是他对手 此时瓜父及时出手 跑到颜鹊面前带着他一同女生 趁博士看不见人 他们挥出闪电边就将气层层套住 可对方也不是吃素 一发力就挣脱了电边 苏醒后的狗熊 再次变身纯正棕熊 朝着博士就是野兽冲锋 谁知对方一拳过去 他又到了 此时幕后的支援团队见没辙了 只能发射导弹摧毁信号塔 于是男刀将钩锁套在自家挥机上 带着同伴飞离塔底 却不料博士一个意念控制 挥机失去能量 直接撞爆在了地面 而四人也及时落入水中避免疑难 随着导弹齐齐发射 谁知博士一个挥手 就把导弹引到天上爆炸 难不成就没办法解决他了吗 有 只见四人靠在一起 严阙使出浑身查克拉 从手中搓出了超大螺旋丸 他们朝着信号塔射去 整栋建筑瞬间倒塌 而光头博士就这样 活生生地摔成肉泥 就 就这 这就打完BOSS了 好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守护者 世纪战员 欢迎关注科幻战警 我们下期再见